到底是叫情侣嘉宾未婚夫妻还是什么 我就我一直在挑这个词 我先让你给我介绍一下对面的这位女士是 她是我的女朋友家未婚妻 我们认识有五年时间了 然后我们是在一个单位工作 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是对她有点好感了 就开始追求她 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确定了情侣关系 处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自己感觉我们的感情很牢固也很甜蜜 双方也都见了家长 因为现在婚也定了 她突然就是给我的状态是 她不太想结这个婚 还想把婚底往后延期 这是我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甜蜜那只是她自己认为的甜蜜 我并不这么认为 那才婚不也定了吗 是因为之前她对我特别的好 但是从我俩相处到现在 我觉得她变了很多 对我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你是说订婚之后就不好了 对 就没有之前那么体贴 所以你决定不嫁她了 是这意思吗 我也没有说不嫁她 就是有点犹豫 好好好 咱们比较一下吧 怎么有变化的呢 我们就不嫁她们